第2289集 仅此一事 古代至尊的确很强大 是这个级数的兵器的缔造者 虽然他们绝对的强大到了无敌 可是面对同级数功法也不可能全可 四件兵器啊 相当于古之大帝的攻击 不然这些器物何以能成为昔日至尊的掌中兵 没有相应的攻击力根本不配 石皇顿时有些狼狈 被四件兵器围着震杀 不急尽升华的话 到最后说不定还真的会发生意外 另一边 其他几位至尊一样如此 都陷入到了这种战局中 原本他们还想救援石皇的 结果仙光一道一道的飞来震杀向他们 兵器也想成尊 你们还差点事 轮回至尊大吼 奋力震动 镇压周围的仙光 乱骨战俘惊天动地 他有两种形态 一种为道福 另一种是无误不破的福 在两者间转化 可以炼化万物 可以切裂宇宙 轮回之主身上的青金战衣发光 他以手指硬汗想击碎服刃 恐怖无边 动得一声巨响 一口大印砸落 太阴仁皇的大印出现 虽然残缺了一脚 但依然绝世强大 镇压宇宙万物 尤其是现在复活后 像是有了仁皇生前的一缕意志 咬呼众生 威力格外的强大 轮回至尊 一个不注意 在几件兵器的攻击下 几乎被仁皇印砸中 脸颊上被青擦了一下 鲜血淋淋恐怖无比 若是他人被地气打中 绝对会形神俱灭 化成宇宙尘埃 而古代之尊则是一个量枪 并没有受到重创 将那些法则抵住了 这种盖世的神能几乎让人要绝望 这还怎么占呢 不过来的地气足够多 足有十几件 将几大至尊淹没 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一战 从来没有一次像这般 诸多兵器出使一起镇压至尊 鼓来紧见 因为这次黑暗动乱 波及的范围太广了 将所有兵器都惊醒 导致他们相继复活 才遇到了这场旷世大战中 没用的 终究是兵器而已 我们能炼制就能毁灭 光暗至尊嘶吼 手中的光杖与暗段一碰 光暗交融 能量发生了大爆炸 他发出了最可怕的法则力量 将几件兵器崩飞 其他至尊也都狂暴 除却没有极尽升华外 都动用了最可怕的禁忌法则 粉碎日月星辰 毁灭天地万物 至尊丝吼 宇宙颤力 众生胆寒 很多人都跪伏在了地上 无论相距多么遥远 都感觉到了这种莫大的压迫 像是在直面骨枝大地 这场矿石大战 从一个地方打到另一个地方 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很多星河 让一些星雨化作飞烟 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战斗前所未有的激烈 有地兵被毁掉了 炸碎了宇宙中 成为了过去 这是一种最为悲惨的落幕 让人哀叹 至尊拼命 来了这么多兵器都难以镇压 反而有地气被毁掉了 当然也有至尊覆床 血界星空 鲜红的血触目惊心 来自寒谷关的人动了 与姬子一模一样的男子 视死如归 发动了最可怕的一击 让石黄的身上 捡起了一朵血花 但是他并不能将其割杀 自身遭到黄道法则反噬 大口吐血 亮亮腔腔的倒退 他屹立在准地绝颠的尽头 最为重要的是拥有地身 理论上可以与至尊一战 但可惜的是 发挥不出黄道法则 生死搏杀 终究是不敌的 虚空 真是一场意外 想不到我们还能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这真是太美妙了 你将会被血迹化作生命物质 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石黄残忍的大笑 手中的黑色大吉指向前方 刃口出的血量光滑震碎 九重天 他通体被混沌器缭绕 像是一个盖世的神魔 好 今日我就是虚空 与你一战 相貌并不出众 可是此时的他 却是这般的刚烈 以往无前 要以生命进行最后的一场血战 石黄心头一跳 这种神情 这种决绝 让他想起了昔日的那场大战 虚空血战巴黄 怀着必死之心 一个人进不死山 面对极位至尊 太香了 石黄原本是知道的 这不是虚空了 但此刻却有一丝动摇 好 既然你说此时是虚空 那我就把你当做他来对付 太多的仇 太多的血 你杀我不死山至尊 今日要清算 石黄大吼 手中大吉猎天 虚空 你的兵器何在 还能否一战 许多兵器飞来了 但是却还未见虚空警 虚空警到了 虚空的尽头 一个白衣男子 手托一面古镜 他摇摇欲诱 浑身是血 而那面镜子也是鲜红 被血染红了 神王江太虚出现 站在遥远的星河尽头 这是我鸡家上下所有人的鲜血 全部浇灌在上 我们的血脉中 蕴含着祖先的希望 使他生命的延续 蕴含了他的大道碎片 今日请祖先复活 为了众生 进行最后一战吧 无上的虚空大帝 你在哪儿 这个天地需要你 无尽的星域中 诸多生命古地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祈祷 在悲乎 在痛哭 这种念力化成了一片汪洋 汹涌澎湃 让古代至尊都动容了 虚空大帝 请再为你的子民进行一战吧 上苍求你了 让他归来吧 进来 随我一战 就在这一刻 那容貌普通的男子 双眸爆发出赤声的光 一声大喝 真的整片宇宙都是遗产 一声进来 虚空竟顿失震颤 发出清明 爆发出灿烂的芒 有激动 也有伤感 面对那虚空 他剧烈的震动 争的一声 古镜 坑墙 光辉 照耀万古 这是虚空大帝的兵器 一世 争容 伴他 征战一声 此刻像是 回到了那个戎马生涯 血战八荒 平顶动乱的年代 他在回应远处的虚空 在不断的颤抖 海茶最后一步 将我也融入 我的血 我的骨 我的魂 用以唤醒祖先虚空 姬浩月浑身是血 他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世界 准备血迹 它是承载着 异族的希望而来 此时的仙境 通体鲜红 血淋淋 浇灌上了 姬家上下 每一个人的血 但凡活着的人 上至将作画的圣贤 下至刚出生的婴儿 全都一血 济仙境 而他的体内 更是打上了 每一个人的烙印 融合了一族 所有人的血液 与生命的碎片 姬浩月代表了 姬家所有人 要融合进地境中 血液中流淌着 祖先的生命 要让虚空大地 短暂的复活 出来一战 遥远的天地尽头 一个小男孩泪眼泼梭 而后放声大哭 伸出小手 努力抓向漆黑的宇宙身处 她是姬城道 知道她的父亲 将会一去不复返了 姬子月也是满脸泪水 她知道若是没有意外 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了 这一别可能是永别 这一遍